RW上来把第二手的刀妹搬换成了卡尔玛 那这样RG搬不搬刀妹啊 看也啊 而且我在想他们的战手思路会不会变啊 上来把RG上来就是我要给你打过来 还是搬好拉 RW 继拿塞拉斯 没卡尔玛的你能拿我塞拉斯怎么办 那这个BP不是 刀妹要给RNG了 刀妹给RNG 然后同时的话第二手看后面选打野了 这红色刚拿到一个刀妹 现在BP太舒服了 尤其RG狼行跟小虎刀妹都玩得很不错 是啊 但同样的还有一个问题 刀妹在线上的Counterweight还挺很多的 就挺多东西能打刀妹的 但是 如果这个刀妹就简单说 现在吃到这个塞拉斯的对线 他都好打 是 这个刀子 看看第二手吧 第二手我觉得还是帮卡尔玛来打野 除非说他们想保健 这把又是打牌的想法 那第二手就可以直接拿射手位 换又再又再次比如说他们西卫尔街给你锁下来 啊 猪妹 双这个中野的刀妹 猪妹的双妹如何 这个英雄其实在LCK的登场率跟被关率巨高 就是这个猪妹 尤其是格里芬的打野选手卡战 他就在纠集之爱这个意思 我守猪妹又守奥拉夫 加利奥 上一局没能把这个加利奥拿下来 那这一局拿下来之后 第三手要不要直接给他拿 拿AD 就是加利奥加卡沙 这个比较流行的组合 或者就是 我在想 真的假的 直接拿亚索出来抓刀妹对线 这个也的确是华田 他自己英雄池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棋 就他会玩亚索 这个倒是有 在记录上面有 还算了 我一手我一手 而且有 比较有趣的是 我今天看UZI的排位记录 他好像是在 两天前三天前 有一把亚索 贫了还 啊 他亚索 鬼剑筹吧 不是 那把打了数据还可以 好像8-6-7 可以 UZI一般玩那种 悲递英雄战技 都挺可怕的 都是那种 队友看了觉得挺可怕的战技 来了 卡莎 卡莎 有猪妹的情况下 其实卡莎确实还蛮舒服的 哇 那这样子的话 RW接下来两手 恐怕都要往小平上去办了 不然的话 他们下路对线又很难打 因为他们现在下路 只出了一个加里奥的情况下 其实你如果说 让小平拿到什么泰坦 拿到什么牛头 这类的东西 感觉都打过了 而且还有一个英雄 在LPL没那么火 我 在别的赛区看 还是 RW接下来很高 蓝蓝蓝蓝蓝蓝吗 是不是 这个 AD位的卡莎斯塔 这个英雄 其实 LPL现在逐渐一开始 没有队伍会选 蛮意外的 是 尤其在LPL这么喜欢打架的赛区 反倒不选了 对 但事实上 在最近的这个比赛生态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AD位的这个影响力在越来越高 所以也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 再加上LPL这个盛产各大ADC的这么一个赛区 大家都想要后期要接管比赛 我倒觉得 你像Loken 这个 涛伯的Loken 他倒是很有可能第一手拿出这个卡莉斯塔 那 我觉得他都拿了 别人应该拿了很多 因为Loken现在在涛伯的一个战术体系里 还是要当 后期核心打的呀 他今天不是还拿了把女警做看 打卡莉 肯定是拿个辅助 然后给五楼留counter位 包括宝这个当妹的摇摆 现在 我觉得泰坦很好呀 因为左边阿拉 莫甘娜 莫甘娜 我也觉得莫甘娜很好 莫甘娜的话 那就是线上以推定为主 同时有一手保护 尽可能的保证医灾的一手发挥 还拿霞 霞加加灵 因为的确赵无忌 台卫练的最多点是霞了 还拿霞 我反正来之前啥事没干 我就把他们所有的让开机 翻了一遍 躲了 这样 这个下落组合 RW这边 给不太到对面压力 给不太到RG压力 而又是雷克赛阵容的情况下 必须要在中上两条线 有一定的配合打野的能力 否则这个在前面又打得很难受 锁了蓝宝 蓝博上单 蓝博的话 现在就看吧 让刀妹去抓这个塞拉斯对线 还是说 其实现在如果说真的要去选的话 这个鱼依然可以open出来 好 中单塔利亚 那还是要刀妹去 刀妹去跟这个蓝博对线 中单塔利亚 然后上单的刀妹 但是RW这边 看看 这个单身线有点调皮 我觉得蓝博放到中间 中路去吃这个 盐阙的亏 我觉得不太好吧 也还行啊 其实也还行啊 其实也还行 你想一下蓝博推线 肯定是不比盐阙差的 现在盐阙推线 可太弱了 有个问题是 他中路压不了盐阙 这是最要命的 而且最要命的是 还有一个点是上单这个赛拉斯其实挺难玩的 我觉得他不需要压盐阙 我觉得中单蓝博的意义就是雷克赛莱武的伤害够 这个是他比赛拉斯领先的地方 就是雷克赛莱武的伤害够 但是 确实你说的那个问题也存在 就是上单赛拉斯肯定比中路难活下来 来吧 应该是中单蓝博 刚才分析了16-GO 中单蓝博最大的优势还是推线上 比盐阙要快 因为现在撒尸阵并不能造成这个AOE的伤害 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场比赛的队决 你说这把他带不带征服者 我估计还得在打近战 他打盐阙他 哦打他打盐阙 他打盐阙啊 打盐阙就是好 这个意义不大好 儿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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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眼 这中斧 硬让给UZ啊 真的真的太感动了 他们眼前都让给UZ排 对位领先20经济 哦 不是40 因为扫的人也有钱拿 那是 对吧 对位领先20 对位领先20 这是 但是这把蓝博真的带了一个奥数会心 然后他出门装是个红水晶 上来一样画红路 先把你的红霸会心抢的在说 但这一波哈罗好像不想让 这家里奥一级其实有点尴尬呀 学个W好 天老爷 这不是两个眼的问题了 只是把红buff给让出去 这下路 其实还好 我觉得其实还好的原因是 这样卡萨蛮伤的 这个红是惩戒惩早了一点点 是 就两边打野等于都 都浪费了时间 卡萨没交成吧 卡萨交成惩早了一点 但是这样随之来的就是下路 你看张无忌又是一刀没吃 现在零比十刀 这个有四刀是红buff 有两刀是眼 有道理啊 有六刀都不是兵线 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 是的 中路第一波线 依然还是毕竟短CD的这个石川 无教化法球绝对专注 胶着 腹系是双席 那个雪之刺卫跟猎手 我们经常中单的这个英雄会点 这两个 但是小虎现在前面这真的 你想跟我拼线拳 还真的不打算让的意思 哇这边抢了一个2 一个QQ到 这波有红buff 给了一个黑队之后 这一波打出印记最后一下 一血 这是真的难受呀 难受呀 两把对线都爆了 上路的话抢2之后 漂亮 这一套其实伤害打得很足 这一波甚至是抢3啊 但是被晕住 而且小虎已经来游走了 先小兵其实当你个兵 哇小虎有点过分 小虎 等一下这波怎么说 回头闪现跟掉 但另一边的话 老板闪现上来Q掉了后的人头 但是感觉打不够Haro呀 这波Haro再一个异性能 拿下doubleQ 而且这个线因为上单有TP 所以没关系 这波小虎支援上来 打完闪 两个人决定去硬杀 可能就有点上头了 是 而且这一波也是 之前喀萨因为交了惩 第一波没有拿到野怪 所导致的一个伏笔 就是他的速度要慢了Haro不少 对 而且他刚才没上3 他并不能过来 但刚才小虎支上来先 小兵去这个兵太骚了 你还记得 那一把好像是上一个BO3里面 他不也被路过了 喀萨先惩了个炮车来 这个是贴着小兵的脸 这是真没者 黑暗减度还是中了 说实际的话 我觉得RW的项路的问题 是他没有注意到对方抢二的这个问题 就没算准对方的经验 然后这一波的话 Haro是早上就听到了小虎要来 但这一波小虎 这一头上就被顶起来 有点 大意了 就是 对面交完闪 那个沿途没中 就可以回头了 如果是稳一点的话 中路这边小虎没闪的 但是鱼叉空了 导致小虎没有被减速 但是Haro现在声音很大 但这一波下半步 又是一个推过去的 一个蓝色方兵线 Q技能擦肩而过 前些有Q到 而且这个兵线是往外推的 这部炮车 无忌也吃不到 无忌刚才那波阵亡 导致自己的兵线 再一次被对方拉的是 往对方那个位置推的线 导致无忌现在很难受 这一波过去 只要RNG的下路操作一下 这个兵线可以把刀叉拉开很拙 他们选择是 强推 强推推进对方的防御塔 形成一个兵线上的重置 但是 又在把所有的近战兵 都全清掉了 所以这一波的话 如果莫甘娜帮忙卡一下 这波兵是有希望卡住的 漂亮 这个上路的话 塞拉斯面对近战的英雄 还是 有一定的威慑力的 下路这个视野也是 扫扫 两边都 很吸引吧 Haro这个扫描 也没让他浪费时间 否则他可能会在这浪费 但是想不想过来打断他 这一波 RNG的下路 中终还是没能控制线 所以这波线还是吹回来了 所以两边的刀叉 应该是可以稳在 目前这个水平上 20刀 上路又被遗到 就上来 进塔了 华田是有闪的 这个位置 先上来 华田开死的 破碎护盾 回身 走位扭W 这个闪现要能够来躲岩兔 但是有点瘫 这一波 有点瘫 明显小虎的岩兔 就在等着 这个涌动领域 动住了之后 再跟控制链的 因为小虎不是近战 如果他早点交闪 这个涌动领域打不出来 他这下子真的有点瘫 华田太瘫了 这个冻住了之后 你就没地方走了呀 出不回来 这一波咔扎 直接仗着你中单不在 而且自己等级 居然还有领先 这一波5级 7-4级 抢你个小狼 不过蓝波是有踢的嘛 最后来这波 还是能保这个三狼 Q到了 但这个位置 Uzi过来 第一天跟伤害 打出闪现 Uzi有一手W 想W死 还好是5级帮忙挡住了 不过5级自己 被A出了强攻 这一波好在是Uzi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第一线跟不上 他那个W CD没赚好 他如果第一时间 直接在定住的时候 跟W的话 这一波 恒温灼烧 漂亮 这个角度还不错 直接是打出Uzi的 小明的治疗 这个角度是 减速到了两个人 但也只是 缓解一下下路的压力 这样导致自己中路 中路的对线 事实上还是有压力在的 尤其是第一波 他自己回家出的 是个水银鞋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跟小虎对抗了 而且真要比平支援 速度上来说 炎确是要快过 快过蓝薄太多 知道吧 蓝薄选害就是 存位了在中路推线的 是啊 但最要命的前面 被 这边被抓死了一波之后 你会发现 他推线 也就只能是 逮着这种小虎去支援 回来这个时间差推线 而且现在蓝薄 还有一点中路很强 所以他这个大招CT太短了 对 大招CT短 这个也是在 好几个版本之前 就加强过 对 这大招CT短 就导致 其实他对 核道的辐射很厉害 他大招距离算是 中单英雄里的技能 非常远的一个距离 算那种半足全体 现在其实对于蓝薄来说 最好的结果应该是 自家挖掘机 能够在野区 跟对方打起来 然后他过去就扔个大 这种 应该是他最好的剧本 但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哈罗也没有找到进攻的角 而且因为他自己 刚才去下路把大招了 导致这波炎雀没闪 不重要 就他抓不到 炎雀没闪的这段时间 是 下路的对线打得真的难受 对RW来说 又一个Q 还好提路 反身 漂亮的走位躲过 那又吃一套艾卡西亚暴雨 这对线两局 其实RG下路 确实领先蛮多的 30到吧 但是优佳这个出装挺有意思的 他这个出装是直接奋着羊刀去的 再观望一下吧 不好说 裸羊刀有点弱 对我也觉得 挺奇怪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明显 他可能要先蓝切吗 他可能会把那个875变成蓝切 先看吧 因为我觉得他第一波回家 这个钱是够的 你看他身上反取弓 加上一个这个短剑的情况下 他出这个暴风大剑是完全够的 对啊 他这样 除非他有先进化E 我只能这么理解 他那个875最多最多有变个膜 膜切了 一会儿看吧 反正他顺 他怎么出都行 是 对 他顺 想出啥出啥 这位置小虎过来 家里要是没有闪现的 这波如果阴到台道的话 看一下台台到接了Q 没有接到Q 但是有点火 又在RD就让下暴力 拿到这个人头 无忌有6级 塔下的倒攻 没有定住 又在三个人清完线之后 无忌的塔下瑟瑟发抖 这个时候无忌怎么办 有大招有闪现 但是不太好操作 轰得有个7 7还没转好 小明帮忙扛塔 又在第一天没有戒 拉完倒攻 小明的平安拿到这个人 没办法 这是毫无操作的时间 哎呦 但这个横温竹烧烧得不错 闪现上来跟上 自己的Q前男人 要烧两个吗 明最后一战也被带走 但是转头自己 应该也要被小虎收掉 这一波 华田是过来 及时的折搏损吧 而且又在闪现的位置 反了 是 他本能的一个闪 是躲大招嘛 没有第一时间选好位置 而上路刚才是 狼行被赶走了 狼行 知道这个挖掘机过来了 所以就也不再上路呆了 来之后补个线 刚才这波是小虎 隔墙的沿途 而且三角草的一个控制守卫 很关键的平移掉了隔墙的视野 哦 这有一个小兵 当时有一个小兵给挡了 突然就 哎 回来狼行被哈罗载到 这波意境的拉空 狼行要被单杀了呀 很高 但没视野大 挖上来 看见老猪了 哎 哈罗在第一波 他第一波大伤害不够 他一定要满路的一咬完 再摸两下左右 伤害才够 知道 是我的意思是说 狼行他明显感觉 狼行要准备闪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可以大了 因为他大有个延迟 然后狼行闪下去的时候 就正好是他破土而出的一个时候 这一波 哈罗也算是就是把狼行 白打一个傻 RNG提前换线 因为下半区的风龙已经打掉 而且小谷前锋已经刷新 装子在上 就在这个W 直接探到了 哈罗有TP 这个TP是来自 HODER的 HODER下来 凑一个莫格纳大 时间脚挡 第二段一一刀 又在进化架而拉开距离 HODER人员不敢知道塔架 那小兵只能是 殿后阵亡了 华田再拿一个人头 三个人头的进账 现在这个兰博的发育 是跟上来不少 而且 UZ的技能也比较相当多 导致这个峡谷先锋 RW这个时候是可以稳稳地控下来的 是的 但是 中野好像不这么想 沿途破坏两个 但是伤害转了一点点 核温中央放出来了 刀背下来 兰博的血量很低 被刀背两空间带走 再上来 Q死对面的加里奥 延缺的路 封得很不错 RW在这个位置 有着困兽之洞 招出闪现来到塔下 卡萨并不敢跟进塔 这个因为被墙体骨骼了 像二段W没有打中 但这两个人不想让对面走呀 因为自己的队友在冰线 张无忌来了呀 这一波闪现过墙 被塔给打掉了 卡萨能走吗 张无忌直接交 R封住这个口子 卡萨往下逃窜 最后被搜寻猎物拿到人头 卡萨刚刚是闪现上墙的 这一波两个人强行想要留对方 但是上路兵线不给面子 导致这一波NG 后续的追进有一点貌事了 两兄弟有点贪 贪到贪 中野两兄弟本身在龙区 在这个峡谷天空区 拿了巨大的优手 但这一波最舒服的是狼行 狼行连续收获了好几个人头 这一波让自己本来在上路 本来不太好过的局面 瞬间舒服了好多 游战回家真的就直接扬刀了 直接扬刀了 蛮少见的 叫蛮少见的 我觉得有一个说法 我刚才用我自己 粗浅的理解 常行理解一下 好吧 就是你搭配莫干娜的时候 莫干娜Q到 你扬刀可以尽可能的快速打出去的 被动能叠起那个流血的特效 多A呗 就是因为莫干娜给你很好的平衡空间 这波狼行的意见没意到 对于RNG后续的追进来说 算是个俘笔吧 不然的话 中野两人也不会花掉这么多的技能 去尝试的去追进 然后后续的话 这一波 其实没有注意到 张无尽已经到场的情况下 RNG这一波中也是显得有点 这波Hoder打了 Hoder上去打了 把对面两个人的血量都打残了 对 而且毕竟是一个这么肥的Haro 这个狭路先锋是赶回来之后 直接被卡伞收下 打了个时间差 那节奏还是在RNG这边 看看卡 方便的话 杜层好像快接近线路的情况 直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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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机会 拿个杜层 有没有机会 中路要赶紧推线 上路其实杜层背后的 来得及吃得到 那这场有点赚 那接下来UJR的这个装备 应该还是要往这个蓝切方向 对 他现在这一件套 伤害是不太够的 最主要是没爆发 他需要一个持续的这种线性输出 才能打出自己的这个输出来 他不像那种直接进化Q技能 12个艾卡西亚暴雨 直接往你底上盖 这种来得简单直接 但是这条土龙马上刷新了 这条土龙RW是必要打的 这是RW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这段时间里 蓝博的装备非常的好 对 他回家有鬼叔之后 这个小龙是他天然的一个主场 而且UJ这样的出装 导致他这波的伤害 没有那么的高 是 因为他第一时间 必须得去尽可能的规律 他RW不过来 嗯 是为什么 不是啊 RW这个时间点应该回来 尤其左边RW这个钟 也在这个时间段 这么强势 发育又不错的情况下 其实这条土龙没理由放 哇 这挺奇怪的 这个土龙白放了 他换不到什么东西 主要是 RW RW的还是想针对狼型 他还是想把 尽可能把这个刀妹给按死 但是你会发现 狼型真的有的时候 他的抗压做的 让你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弱点 就是我该走我就走 我一点都不留恋 我刚才还以为是 蓝波回家再补点装备 然后踢过来就硬打了 但是他们换了 上路一塔吧 还可以 这个位置蹲 哦 闪现反应很快哦 小虎也是差一点 再次草丛已经成功 而RD也从后换到中路一塔 这波 对换下来 RW还是很亏 亏 因为掉一条土龙 而且同时中单还掉个闪 尤其现在小虎在边路上面 又是一个 没人管得住的一个局 而狼型这个刀妹 之前有人头的经济进脏 你即使就再多的把它赶离线上 它的这个发育 其实也不会落下太多 更别说 他现在身上居然还有赏金 RW又来了 又来了 还是想按狼型 但这波狼型有可能会被按到 因为线太长了 没有防御塔 硬绕硬绕 硬绕 先偷一个大 鬼神过来 先锋之刃 先减速 漂亮 闪现 接了E了 也不知道是预判的位置 还是狼型就撞上去了 但总而言之 这波的结果很酷炫 是 这波终于 实际上 Haro心愿得逞 这个人头 以及中间赏金 给到了Holder 是 这样 击杀了一次刀妹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波 主要是第二段的 这个E技能 非常的酷炫 正好遇到了狼型 交完闪现的位置 狼型这一波 主要是Holder 有花 耍了一个花招 它是先锋之刃的 那个特效 跟E技能一起出 然后第一时间狼型看不清 萨拉斯是有很多这种技巧 萨拉斯可以E跟Q同时出手 是 这个是 就进阶萨拉斯玩家 一定要忽畏的技巧 瞬间四条鞭子一起甩 对 四川大蒜 一起往你脸上 然后你有的时候 因为那个E的路上 你看不见这个Q在哪 是的 不过依然还是上一局提到那个问题吧 就是RW这个阵容拖下去打团 也不是一个特别好打的体系啊 对 就是前期的进攻打出了一些起色 比上一局好了不少 但是目前来说 经济依然落后 尤其在AD位上 现在这个侠太穷了 对 嗯 但同样的就是这一把 毕竟卡伤不算是一个手长的AD 在面对左边发育比较好的兰博 还有包括说 诶 又在这位置有点危险 但是 鱼叉的减速并没有给到 哇 AD位也压了快两千了 中路方面的话 兰博其实也落后了 延缺小一千 但打野位的经济其实是 是 RW这边领先了将近快两千 喀萨两把感觉都在当蓝领打 这个还挺少见的 然后他也被小虎带掉 就是RW他在 两局都表现出来的一个问题是 哇又来了 他在 拿到一支击杀 或者说他再拿到一点优势的Q大 这波是必死的 这波他没有任何挤的了 对他没闪 那不是啊清个线吧清个线吧 这车好像还没吃到 下楼这边狼星把线清了 这底方晕到了 Q上 三杀了呀 走 家梁给大高 投赛没能接持到英雄登场 正义中间下来先挂个点燃 这什么意思 哇 狼行天王爷 在这 而且小虎来了 两个人被卡下去 小虎发现自己的位置反而危险 等待莫范娜 来个赛 交闪兄弟 我先走一步 而且小虎主要是蓝量不太够 他其实这个墙卡的位置非常好 他但是没有蓝量再放进的沿途和洒石震了 但他需要做的只是用墙把两个人困在这个口子里就可以了 但最让RW没想到的是这个刀位怎么又起来了 而且现在这个刀位单线赛拉斯没什么办法了 其实就是帮了一辈子的这条路 现在居然还是风陷的状况 这个是完全出乎了RW的意料 而且这段时间UZ的两个套补出来了 Holder刚刚上一波就是短了一块秒表 他如果说有秒表的话 这一波其实还有一定的说法 也很难 想要他有秒表 再说一会儿 眼镜也是先到的 就是他可以等到那个什么 等到皮鲁瓦的这个英雄登场下来 他就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RW 我觉得刚才话没说完就答案 RW这两局还是不明确 是 目标上非常不明确 就是有点那种 咱们要不试一下那种感觉 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去做 一些这个资源的证据 刚才这土龙放的非常可惜 站在RW的角度上 然后 之所以放眼 是因为Holder的战术思想 是想把这个狼形给按住 这个是他们这一局想贯测的思路 但事实上 我们一直在期待RW的中 也能有更多的身影 到现在 卡莎两件套之前 RW一部传媒打过 对的 就这个蓝魔到现在 打 没有打团的大招 是 一部传媒打过 都是小规模的 反正 要不然就是 两边互相抓人 这个位置 中路两个人 W没有命中 但特面老猪的一个大招 直接命中了Kiloya Kiloya Kiloya没有任何的技能 只能死在原地 而无忌是成功的逃回了中路的二塔 蓝魔将TP下来的时候 Kiloya已经变成了 雕像 视野太差了 下半步在RW方面 基本上是 所以比一方是运处了 但是水银鞋 是 可惜 银鞋跟打龙了 打龙了 已经在打龙了 旁边 反正是老猪自己在solo 还是什么 是在排视野吧 还是在 排视野 再蹲一下 我觉得老猪自己去 动这个大龙好像挺奇怪的 打不动 是 再蹲一下 来了一个Holder Holder在抬眼 谁能先手 炎确可以先手 这位置只有炎确能先手 Holder走进去了 Holder 但是小虎露在视野里面了 小虎就是看到了 我闪现W 又在直接R上去 那 Holder 好惨啊 真的惨啊 他是 也没办法 这个地方 没有别人能来做这个事情了 你总得 你总得有个赶死队来排眼了 你总得来个稍微有点被移的吧 是 但雷克赛那么肥 他是个大人头 那就Holder来吧 这个是三分钟之前的回法 拉了一个 想要拉两个人的比例双刀 结果拉住了Holder 就转头 直接大打出了 而且 塔下那波线 让他被动 直接点满了 对 对 你看这个亮亮的刀片 是 刀妹其实最强的时候 就是在自己塔下 刚补完兵的时候 这位小虎是 其实就是短了一点蓝量 他蓝量不毒 导致他只能留一个蓝放Q 你看他帮被刀片亮亮的 只要上 斩头开打 这波是 龙坑上面有个眼可以TP 这个Holder来说是一个位置 Holder踢上路线了 RG贼稳 RG这个龙眼不给你贴 接过来开团Q打 又是提鲁拉 提鲁拉杜朗护盾结束 直接定在原地 小虎沿途拿到这个人头 侧面的话 蓝宝没有被 大留住在这个大 放的位置很好 可是伤害不太够啊 他由大杖打出来 被巨破之武挡了 伤害 直接阵亡 又在侧面拿到这个人头 之后 正面再贴进去 杀完霞交闪现回身 再杀蓝波 萨拉斯竟然想绝命一打五 被Q带原地 原地罚战的交易 在最后一级都出来之后 也没有操作空间了 哇这一波 Holder真的是 抱着必死之志 他偷了一个卡杀的大招 他想硬换UZI 对想极限一换一 但是奈何自己的一技能二段 被走位躲掉了 这思路是没问题 因为刚才如果 他能把UZI换掉 对方这个龙可能打不太了 对不太好 打伤害不够 确实前面落后太多了 那样buff到手 哈比天堂地久 应该是 又要莫得了 而且RW真的 这两把比赛里面暴露出 还有一个问题 在视野方面 他们经常在关键位置 以及关键时刻的这种视野 被对方压制的特别厉害 基本上两波的这种 就是被推方突然造成减人的突袭 都是因为视野的原因 而且 就这把 还有一点可能 大家在前期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因为下路太劣势 导致这个笨笨 看起来笨笨的加里奥 就是因为下路太劣势 完全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 对 而且最要面的是RW整体的战线在上半区 这个加里奥编长莫及 他想去都支援不了 这个加里奥最怕的就是前面直接崩陷 然后自己干不了什么事情 他在中期一旦陷入烈士 是真的很笨重的一个辅助英雄 毕竟是花钢炎造的 一技能上来 差点Q到 现在 上销 上销 二楼现在远在千里之外 赶紧回来回防 直接这边还好一个一技能躲开的Q加一个大招 但是已经延出命中的情况下 Holder 差了一点点血量 最后被先锋阵的刀翼给扇死了 这边Q拉又被留了下来 刚才说这个横桂主帮放的位置不错 但是伤害不太够 红色方的队员已经散开去进行各自的一个追角 狼行身上最后一点点血量 最后KASA收掉了蓝博拿下来的一个Double Q 这边已经开始 就 全然散开了 天女散花般的这种团战打法 这没辙了 随便玩 这个时候优势太大了 RW没有任何还手的皮肩啊 闪现小虎你在干什么 小虎在为了跟闪现沿出去了 没错我在这儿 对清零万马 很无奈 闪现小男人头 哎呀小虎为此不说代价 小兵也倒下 狼行也倒下 但是有一个分毒老猪 什么 抖住了 Triple Q 天王爷 张无忌拿上 难道说这把比赛还有故事 故事不太好友 但这波起码是手术了 刚才全队好像只有KASA和Yuzai 两个人是最分毒的 就只有他们两个在狂点这个基地 剩下人都没有第一时间狂点这个基地 他们还是小看了霞的伤害啊 霞毕竟 这个阴神到了这个时间段 有一定装备之后 还是有发挥空间的 这波是独被大招减速过后 Hoder没技能了 被抬回来的时候 被打成了一丝血 然后狼行直接进去把这个人头拿下来了 这波华田的大招其实放得不错的 但很可惜吧 这波其实华田打出了相当高的高额的伤害 但张无忌一直没有输出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对面等级太高了 蓝柏落后等级的时候 对面等级一高代表对面血量很高 你这个大招就看起来没有什么用 其实如果是同等的装备 或者说同等的等级 刚才那波RG就炸了 实在是没办法 对面等级领先太多了 天生血量现在就比你高很多 天生血量现在就比你高很多 这个是张无忌三件套了 接下来RNG如果再不把这个霞好好处理的话 这个霞会打出让RNG整体 因为本身在右边的阵容里面 也仅有猪妹这一个相对比较厚实的前排 而且你看狼行他出的第二件装备 他是一个青龙刀 他连血手都没出 所以其实如果说霞的输出位置找到的情况下 RNG的团战是有被打赢的可能性 RNG这装备不是特严谨 对 但是依然经济里面非常大 而且打团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焦灵正面想开 这个潮风潮到了黑盾上 特别张无忌这边切 而技能浇出来之后 刀妹粘着他 张无忌倒过拉住刀妹 老心开快表 特别猪妹过来保驾护航 大招转的一点刺 又在交水银解掉 后的第二段一技能之后 比锡双人没有拉到 维森顶起来 UZM被Haru给掌机会秒掉了 而且张无忌的位置一直非常好 张无忌维森维森再配合Haru RW说到一刃 卡特转过去点击地 才发现好像低血量很高 这波UZM被秒掉之后 RG的残局打不了了主要是 RW这一波的团战处理的 就要比之前要好太多了 这一波张无忌一直在 拉在团战的一个侧边角 而且Haru甚至一开始 都是在一个侦查的位置上 即使Kyro第一时间 被击杀掉的情况下 他们两个有足够的耐心 等到Haru回场之后 然后这边配合蓝博的伤害 完成了一波团战的翻盘 还是两边在上单对切对面 AD的情况下 第一是霞这个大招的生存能力 你卡特要强 第二就是 毕竟Haru跟了闪顶吧 Haru这个补伤害的能力 要强太多了 Haru这一波是真的有耐心 他游业了好久 最后霸了小明之后 挖地到家闪现顶的UZ 这一波 而且最要命的是 第一波的这个致命控制 被给到 Haru在苏醒了之后 一技能躲开了那个沿途 导致Haru通过了很久 然后后续的话包括画田也在奋力打输出 然后看Haru 大了小明 挖地到闪现顶起了UZ 然后UZ 这边是被这边的holder配偶的Haru收掉了 然后张无忌一直是在找自己的进场位置 看到对方的AD一旦倒下 这时候张无忌就果断的进场了 而且确实这个青龙刀 这个青龙刀有点太脆了 主要是现在 这青龙刀太脆 但是他不能出血手啊 他出不了血手 是 他有隐魔刀他怎么出血手 对就是他因为第二件 他身够了隐魔刀的 对啊 他其实就是你说稳 虽然是春哥 虽然是春哥 虽然是虎哥 但他可能觉得刚才有块表吧 我觉得也能理解 但是现在张无忌这个装备已经不容小觑了呀 上一波团战应该算是给RNG敲响了一个非常大的警钟 RNG这一波还是要乱拢去进行兵团 而另一边的话狼群是在进行分带 这时候打411 小虎开车 偷家 这个位置小虎去偷家了 两个人来偷家了 这个Holder好像是守不住的 Holder开个表演拖时间 队友回不来 哎 偷掉了感觉 好吧 最终的结果依然是如此的 这还要恭喜RNG 2比0 RNG在主场的首场坚务战 拿下了RW 没办法 这个时候 怎么说 RW刚才是做不了太多的选择了 对 你手加那就是让大龙 你让大龙其实跟输了也差不多了 因为对面可以不打拳了就好 来看一下吧 赛后数据 其实整体对于RW这边来说 这把比赛 其实整体前期打的算是有模有样 但是依然是在中期吧 我觉得视野上 还有包括说战术思想上 决策上有点问题 决策 就简单来讲是决策跟RNG相比 要稀松一些 他们很多应该争取的地图目标 没有去争取 同时在中期 比如说拿到人头之后 有些迷茫 然后转线上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 他们三座外塔 其实几乎都是被对方 直接就推掉了 在没什么检验的情况下 被RNG通过一个转线的方式给推掉 这种就是需要去做总结的 因为这说明你在转线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般来讲 预算人工这个游戏 不死人如果没推掉塔 除非你我还资源 是 否则就是你手塔出事了 对 但这个毕竟年轻嘛 因为本身这个阵容 然后再加上上个赛季 就进行了一个 很多年轻学业的一个增添 然后这个阵容本身就没有那么的成熟的情况下 然后这个赛季又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动 所以其实他们阵容磨合一直是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况下 看看孙大勇能不能给到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磨合吧 是 那我们依然是上京东即战马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京东商城搜索 战马能量性维生素饮料 赢取2019巴黎电竞之旅的能量大奖 赶紧去搜索一下我们台上 我们看战马这个换了新包装 尤其这个红皮呢 对吧 是 就变得颜色更加鲜艳的 原来是个暗红色 对 它这个红皮亮了 而且它现在加了边那个像火焰一样的特效 是 好 这场实力值上 回推了不少 是的 的确 的确 也是有很多的 RW的粉丝也在为自己的喜爱的选手跟战队加油助威 而且的确RW第二把明显打得比第一把 尤其是火 今天这位叫做再见 Let me 你好 后面应该还有俩字 颜军 那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框 应该是在线 因为今天是确实在比赛间有一个Let me的出场会议的仪式 恭喜 感谢这位观众 也恭喜你获得了今天榜单第一名 同时的话 又在卡拉以及小病人体验的小博 还是小博一样的 是 你看 今天获得了我们的榜单第一 那同时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我们的国服嘴空泽马 用的是李克的投降 Emily K 李克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管我是 感谢各位粉丝们 对于咱们的一个大力支持 今天这把比赛 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就是新老的一个对话 的确 在新老对话上面来说的话 RNG尤其是在这个赛季少见的高开 因为以往的RNG他们在赛季初期的时候 表现的都 让很多关心他们的人 就倒是一口凉气的那种 当然我觉得另一点 其实可以说也是 目前这三场比赛 碰到对手的实力没有那么强 对吧 的确 WE老干爹跟RW都没有 这三支队伍都是上赛季 没能进入季后赛的队伍 WE进了季后赛 WE 对 WE进了一轮 另外两支队伍都是没有进入季后赛的队伍 而且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状态 也不是一个完胜的一个状态 尤其包括说在WE 然后老干爹的话也是整体的一个 那队员虽然说是跟上个赛季来说没有更换 但是毕竟来到一个新的版本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摄影 就无论如何我觉得今天的胜利 确实两场比赛大发挥都很出色 但是对于RNG自己来讲 依然要把这股气屏住 是 而且 因为一个赛季很长 而且因为自己在春天的季后赛没有走很远 他们是有积分压力的 是 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我之前的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MVP吧 这个之后再说 给谁呢 这两场其实因为领先都挺大的 MVP得靠我们的这个大算法 好 密的火 密的火 这个要跟这个导播提醒一下 咱们以后这个图给加个战争目镜 披个眼睛 那个才是本体 或者你直接把那眼睛换下来 人不是这也是 127.5%的伤害转换 密的火这把的一个颜雀 也就是小虎的招牌英雄 当时曾经RNG在换线 换的最疯的那个版本 还用小虎的颜雀打过下 是的 来看一下小虎这把的机镜 这个机镜是狼型的 他开开了个车嘛 这波他封了个墙 是 这波真的 其实hold的就短一个金身 他要有金身 这一波是真的有说法 我跟人认为 来 去对吧下来挂个点燃 交个闪现 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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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丢了 有个封墙封完 再见 告辞 哈罗告辞 奇怪 误导 误导 聪明这一波 其实真的我们看到很多波的这种 RNG的先手进攻 一般来说就是在RW 要么在视野缺失 要么就是本身自己的进攻 不成效的情况下 故此失彼 然后给到了RNG的机会 这一波哈罗也是 突然一下就选择了自己的一个大招 就这么进去了 然后结果 变掉了 这一波 也是holder 没什么办法 对 我觉得他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能换掉 确实有可能对面大招大 但是这个时候的落后 导致没了 没什么办法 他把沿途 这个鼓势把沿途是蛮正确的 是 其实主要是 整体RNG 他们非常 他们对于控制链的行间 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熟人的这个事 尤其从原来的这个沿途 跟牛头的那个体系中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可以说RNG最熟悉的一个体系 他们的控制链行间 是 是做得相当的成熟 但是最终 这个终结比赛的方式 不得不说 RNG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 以后在 比赛严谨程度方面 还是要 尽可能的不要紧 就是没推下来的 是 这波 确实holder这个意中的太关键了 他意中 把游戴的所有东西都逼出来了 游戴这波的水银跟R 都交在holder身上之一 这一波团队可以说 RW全员都打得很漂亮 holder第一时间 是没有被军方的控制面 给控制 后续也打出自己的效果 然后再加上 打野Haro跟AD张无忌的一个 找进场时间的一个注册发挥 也是让这波团队能够打赢 那后面 最后这个偷家 确实对RW来讲 是无法去免 这个是 疯狂打断 就只为了打断你 都可以 但是只要你不回家 我的队友就可以把家拆掉 这两个 分奴一击 这一波的坑主要还是在于中路的这个召唤式水晶 如果说这个召唤式水晶 这个高地水晶还在的情况下 接下来其实RW还有很多的说法 他们甚至这把比赛还有一定的这个希望可以翻盘 但是很可惜前面的坑还是太大了 对 而且确实也正是因为前面那波推的 基本马上就吹掉了 如果没有那个 运气差了一点点 我觉得也是运气差了一点 多一下品位那个时间就吹掉了 最终 虽然比赛长了一点点 但是结果是没有改变的嘛 那我们采访准备好了 镜头给主舞台 来听一下今天的赛后采访环节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我是虞双 那么今天呢 是恭喜RNG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现在就让我们跟哈皮一起 进入哈皮的欢乐时光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小明和喀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先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小明 大家好 我是喀萨 我是喀萨 好的 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孙明邦的帮主和副帮主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今天第一个问题先问问小明好了 其实感觉好像下地赛 整个队伍的状态都还不错 因为今天也是迎来了 主场的首胜也是三连胜了 那你觉得现在队伍的状态 或者说是你们的磨合怎么样 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吧 然后还更需要更多磨合更新的吧 好 也是期待有个更好的RNG 那今天其实在这两局比赛的时候 有个小小的插曲 就是有个小暂停 但是小暂停的时候 好像喀萨一个人笑得非常的开心 大家都很纳闷 为什么你当时一直在笑呢 因为我们主场的电脑 好像装了个什么盗版的软体 出现了一点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笑 原来是这样 那可能之后 这个主场的工作人 要去检查一下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第一局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画面非常的感人 就是中路有一波 就是你被开 但是你按了今生之后 你们队伍的四个大哥都在保护你 这是四保一垂石吗 还是因为你作为孙明邦帮主 在帮你的地位越来越高 所以大家都来支援你 可能是我呼救声比较大吧 让他们救我 所以说他们应该是耳膜 受到了你的呼喊 所以过来帮助你 但是今天其实第一局的时候 可以看到狼行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凶猛 他的鳄鱼在上路 一直都是有一个非常猛的表现 你觉得今天你们上野配合的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么的猛的 我感觉他吃错药了吧 今天特别亢奋 就感觉像带着我去送 带着你去送吗 可是他确实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无论说是鳄鱼也好 还是刀妹也好 几番受到对方的一个攻击 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个轮番的 但是还是保持的非常不错的状态 甚至可能好几波有格格单杀和反杀 表现的很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问到的是小明 就是你们今天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有一波配合反红嘛 就是进入敌方的野区 但好像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沟通 或者说是在配合上的一些小小的失误 当时比较随缘嘛 就看谁抢到谁就赢了 但是小狗运气比较好吧 是小狗运气比较好吗 我还以为你们可能非常贴心的让给他 因为他毕竟用那个红回报了一个衣血 而且在线上也是拿到了一定的优势和压制 接下来呢还是问问小明好了 因为今天你的垂实说实话 Q技能准确率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那个莫甘娜的Q技能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你对于今天自己的一个 比如说技能的准确性 还是自己的状态和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就垂实练的不是特别多嘛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吃手感 所以会继续练习这个英雄的 好期待你之后有个更好的垂实的发挥和表现 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记得你的垂实也是表现的一直都很好 可以慢慢的手感上来 但是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大家看到最后的时候还蛮担心的 因为你们有几波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一不小心那个激励可能差点没A掉 KASA能不能说说那几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我们中单感觉也吃错药了吧 就突然很亢奋 感觉他跟着我们A主宝就会赢了 但是最后MVP还给到他 所以我其实有点难受吧 你觉得MVP应该给谁呢 我感觉应该给狼行吧 因为他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 我差一点点以为说MVP要给你了 可是我也想知道 因为最后有一波偷家嘛 当时也是你跟狼行对吗 那个小虎跟狼行 小虎跟狼行 当时他们是怎么样沟通和设计的呢 狼行在那边看到一只眼吧 然后就刚好说 我们好像不能这样玩下去了 感觉要去偷一下家什么的 然后就这样沟通 幸好最后能够成功的偷家 在完成那一波比较漂亮的结束战斗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在之前有一次采访当中 小狗说啊 说最近队伍的双C不是他们俩了 变成了野辅 野辅是双C大哥 而且也是K头怪 那我想问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当事人 我想问问森明帮 帮主 史森明同学 你觉得你们现在是不是K头比较厉害 今天为什么没有K呢 小虎 第二把莫跟他K的一个吧 但是那个是看运气的吧 我也很想让他 但是有些时候 就我一个普攻40多低血 然后就回头说我的头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一不小心 可能运气比较好一点 差不多啊 那Kasa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听你英雄麦克风里面是有说 不好意思这个英雄 这个头不是我故意拿的 就是麦克风那样嘛 就我可以太多头以后 被我们中单嫌弃 所以今天只给我玩肉 不然我可以多 我还以为是因为 你今天是比较 就是让着一点 所以把 是被压榨的 原来如此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可能大家也都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成立这个森明邦呢 因为你刚刚说到压榨这个事情嘛 我刚刚也有问 你们能不能说一说成立这个原因呢 就是弱势群体组织成的吧 因为之前一直有君泽邦嘛 然后打不过就一堆一堆的 组成一起打他一个人 那你们现在邦里都有什么人呢 AJ跟张瑞都在吧 AJ 张瑞还有史森明以及Kasa对吗 可是现在其实说实话 有一点点难过的是 颜静泽已经退役不在了嘛 那你们现在岂不是老虎不在家 猴子穿霸王了 不会啊 那这个人有时候来 还是一个人帮挑我们群帮帮帮帮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最后这个问题是来自 哈皮潮玩社区的水友的提问 他想问一问 小明和Kasa两个人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对方的话 会是什么词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吧 就 很幽默就行了 幽默吗 我原本想骂他的 但我 帅哥帅哥 帅哥 好了 我相信我们的野福的感情 可能在比赛以及生活当中 是越来越好了 而且两个人也是室友嘛 也期待你们在之后 会有更加漂亮和好的模特和表现 好吗 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二位 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同样的也是感谢 我们所有的粉丝和观众朋友们 也期待你们在之后呢 会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继续关注LPL 关注哈皮潮玩社区 唱饮哈尔滨啤酒 一起哈皮 一起干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信任到的 就是加马赞助的粉丝握手会环节 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所有的RG队员 来到舞台上 有请 请不吝点赞助的 请不吝点赞助的 请不吝点赞助的